随着泰版流行花园的热播,泰版流行花园重新回到大众视野,当年这部剧一经播出就收获了一致好评。 此后的20年里,流行花园被连续翻拍,同时网友不禁将几版流行花园进行对比,尤其是剧中的女主山菜。 那么究竟谁是最美的山菜呢?欢迎回到谜语场,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各个版本的山菜吧! 流行花园改编自漫画《花样男子》,故事围绕着除神贫寒的山菜发生,他进入静音学校后遇到了富家公子F4,并和其中的道明寺坠入境外。 这部漫画被改编成多个版本,而最经典的还是台版流行花园,剧中的F4由严陈旭、周玉明、朱孝天、吴建豪视野,女主山菜则由大S扮演, 2001年流行花园播出后创造了当时的收视记录,并保持多年。 这版流行花园在原著的基础上稍作改变,使故事情节更生活化,女主山菜筋强波拉的性格也颇受欢迎。 虽然大S曾直言山菜是个绿茶,但不可否认的是,大S版的山菜是最经典的一版。 当时大S年仅25岁,气质清新,满脸的胶原蛋白,而且大S的五官精致,即使穿着朴素,妆容淡雅,也无法遮盖她的魅力。 再加上黑长直的发型,自然流入出少女的清纯,这样的形象恰好符合初恋女神的形象。 此外,大S本人的个性也符合山菜的人设,帅真活泼,脾气火爆,就算受到欺负,她也能再次站起来。 对待道明寺,她更是果断出手,气势十足,大S彻底掩活了顽强清纯的山菜,而她也因这个角色一炮而红。 之后出演了一系列影视剧,例如《泡沫之下》,《转角遇到爱》,近几年来她逐步淡出荧幕。 直到前段时间,大S和剧君叶结婚的消息持续刷屏,她在流行花园中的尖叫视频再次流传。 这时很多人发现,大S闪魂的勇气也有点山菜的味道。 自年初以来,网友关注的不只是大S的婚恋消息,还有泰版流行花园,和其他改编剧一样的是, 这部剧也被拿来与原著以及各种翻拍进行对比。 但泰版流行花园获得一致好评,她在不改变原著整体情节的情况下,做了不少本土化的改编。 最明显的就是校园生活,泰版花样男子演续了泰剧一贯的制度,对于校园常见的刻画十分细致与真实。 除了剧情外,该剧的主演也让人津津乐道,F4的扮演者全都研制在线,其他的女演员也都是美女学霸。 女主山菜由童达婉饰演,她是一位00后新人演员,就读于朱拉龙宫大学雅科学院,虽然这是她第一次参演电视剧,但她的表现可圈可点。 不同于其他版本的流行花园,泰版流行花园对阶级的刻画更加真实。 而童达婉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山菜与F4之间的阶级感,以及山菜本身的坚强。 除了演技外,童达婉的外形也符合山菜的设定,她属于第二眼美女,但偏后的嘴唇和野生眉也使她更狙击一点。 其次,她的脸部线条流畅,五官柔和,化妆淡妆时充满了学生气,她的年龄也正好符合原著设定。 童达婉饰演的女高中生完全没有违和感,她可以说是山菜的不二人选。 目前泰版的流行花园还没有播完,但该剧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。 不同于以上两版流行花园,郑爽张翰主演的这版流行花园对角色名字剧名做出了重大的改变。 2009年,由郑爽、张翰、于昂明、朱子肖、魏晨一起主演的《一起来看流行语》播出。 该剧讲述了家境贫寒的厨宇荀进入了爱丽丝顿商学院后,与慕容云海、端木雷等人发生的一系列事情。 这部剧的剧情与人物设定,与流行花园如出一辙,算是大陆版的流行花园。 但由于雷人的台词,该剧一度被网友称为山寨版。 虽然这部剧在上映后争议不断,但它收获了超高的收视率。 当年郑爽出演《一起来看流行语》时,年仅18岁,他脸上稚气未退,肉堵堵的小脸,水灵的大眼睛,扎马尾的样子十分清纯。 但这是郑爽第一次出演演示剧,他的演技略显浮夸。 不过郑爽还是演出了楚雨勋的懵懂清纯,乐观精强。 面对张亥饰演的慕容云海时,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气势,他的这股憧憬也很符合原著山菜的性格。 此外,他在剧中的雷人台词也让人印象深刻。 凭借楚雨勋这个角色,郑爽一夜爆红。 走红之后,郑爽平约不断,迅速极深阴线女性行列,可成名多年后,他却做出了多种违规操作,甚至触及法律底线。 从当初清纯可爱的楚雨勋,到如今的劣迹艺人,郑爽的行径令人惋惜。 但不可否认的是,他塑造的楚雨勋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。 2018年,《流行花园》再度被翻拍,这次的制作人前编剧《维柴之评》。 他也是台版《流行花园》的制作人,因此18版的《流行花园》可谓备受观众期待。 可正片播出后,立马遭到了网友的吐槽。 该剧的F4不再是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,而是拿着奖学金的学霸。 此外,观众的炮火都集中在女主沈岳身上。 相较于关红、吴希泽、梁靖康、王鹤蒂这些新人演员,沈岳的名气稍大一点。 他因主演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而走红,他在剧中的青春形象吸引了不少粉丝。 可到了《流行花园》里,他的外形有所下降。 他本身个子不高,恋型略有些婴儿肥。 再加上四肢不够纤细,显得他的身材有点壮。 尤其是在服饰的衬托下,他的身材缺点暴露无遗。 另外,沈岳的脸部轮廓,不太流畅,五官也不够精致。 即使他拥有一双水淋淋的大眼睛,可这样的脸型上镜时难免吃亏。 除了颜值外,沈岳的演技也受到了网友的吐槽。 不仅假吃的场景令人出戏,道明寺挨揍的名场面也成了搞笑片段。 这本该是一个充满仇恨的场面,沈岳的脸上却满是笑容,而且他还可爱地握紧拳头。 要知道山菜的设定是倔强而非可爱,不过网友最难以接受的还是他在剧中的各种造型。 这些造型不仅暴露了他外形的缺点,还显得他多了一丝土气。 由于沈岳的颜值,演技欠佳,他还被网友称为最丑山菜。 其实韩国夜番拍过《流星花园》,这版演用了原著的名称《花样男子》。 该剧由李敏昊、金贤仲、韩采音、聚会善等一众人情明星主演。 当时这部剧播出后,引起了一阵韩剧热潮。 《花样男子》演续了韩剧的故事风格,打造了灰姑娘追求爱情的梦幻浪漫故事。 不同于其他版本的《流星花园》,这版《富斯》的身份更加多元化,也增添了采发家族的奢华感。 这部剧将《道明寺》改名为《剧郡表》。 它的饰演者为李敏昊。 李敏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贵族感,他的气质和颜值都与原著的《道明寺》相符。 凭借这个角色,李敏昊一夜爆红,成为韩剧男神的代表。 而女主金丝草则有聚会善视野,在剧中她基本留着短发,其刘海,妆容也很清淡,凸显出金丝草身上的学生气息。 而且她略有婴儿肥的恋心,也显得甜美感十足。 此外,聚会善眼睛灵动,五官和谐,算是清秀型美女。 聚会善不止外形与角色相符,她的演技也十分出众,她用五官传递出不同的情绪。 即使脱离台词与情景,观众也能从她的表情中看出角色的心理活动。 例如金丝草反击居君表示,她的眼神中充满了仇恨与坚定。 聚会善把山菜的坚韧,勇敢演绎的恰当好处。 此外,由于聚会善长相甜美,她还表现出了金丝草的清纯,她也因此被剧迷成为最清纯的山菜。 因为在花样男子中的出色表现,聚会善获奖无数,此后她也不断出演了众多影视作品。 实际上聚会善还是名副其实的才女,她除了是演员外, 还是一名艺术家、作家、作曲家、导演。 但说到她的代表作还是非花样男子莫属。 到了日本,流星花园恢复原名花样男子。 这版的剧情人设都贴合原著, 还有原著作者神尾叶子的亲自指导。 剧中的道具也很奢华, 在这些优点的加持下,该剧十分契合原著的质感。 其中松本润和小丽寻是不少人心中最还原的道明寺和花则类。 松本润版的道明寺充满了漫画的中二气质, 小丽寻版的花则类更是帅气十足。 松岛菜菜子饰演的道明寺春也是点睛之笔, 而女主山菜则由锦上真央出演。 锦上真央童新出道, 她拍摄《花样男子》时年近18岁, 满脸的胶原蛋白, 青春洋溢,充满了高中生的青涩感。 虽然锦上真央不算是标准的美女, 但她活泼可爱, 元气满满, 很符合山菜的形象, 而且她演技在线。 面对嚣张的道明寺, 她起初有些畏手畏脚, 可等到全力反击时, 她的眼神变得很低, 毫不犹豫地对道明寺出手。 锦上真央塑造的山菜, 既有一股不服输的劲, 也有清新甜美的气质, 因此大部分观众将她视为 最符合漫画女主的不二人选。 随着《花样男子》的播出, 锦上真央也开始大红大紫。 如今锦上真央已经出道30年, 但是她的情形气质从未改变。 作为偶像剧的鼻祖, 流星花园被翻拍至今, 人惊就不衰。 作为这一IP的灵魂人物, 观众也会讨论哪一任山菜最美, 但这没有标准答案, 无论她们的演技, 颜值如何, 她们都塑造了独一无二的山菜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盘点, 大家最喜欢哪一版流星花园呢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, 这里是鸣鱼炒, 喜欢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分享, 我们下期盘点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